2010淘新闻 由这个马英九竞选团队跟这个立法院组成的这个防美团 目前都在美国 那么一般台湾民众可能不知道 就是看到零零星星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些的攻击 那么在现场我们特别电话连线 目前人在美国巴士顿的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 那么金普中先生我们用电话跟他连线专访 金先生你好 主任好各位观众听众应该算观众吧大家好 金先生在最近这几天 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可以或者是电视上看到 你跟小英主席是完完全全争锋相对的情况 但是你本人也是几乎用可以被批判的万箭穿心 你到底目的在干嘛 其实出来之前我就已经跟媒体朋友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在海外的侨胞以及支持者 在总统候选大选之中希望当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到美国参访的时候 我们国民党的候选的代表团不要缺席 因为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在目前的国际情势下是没有办法到美国来访问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来凝聚我们自己支持者的共识 能够获得更多的热情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美方也希望能够了解大家对于选情的一些评估 从我们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台湾选举目前的一些看法 大家互相交换意见 同时因为政府院长他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也有各自的分工 他是在负责谈一些有关于军购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以及在如何促进台美关系这部分是由他来谈 我最主要是在谈我们对一些两岸政策 以及目前选举的一些国内情势的分析 一般台湾内部的这些专业人是媒体人看的这个非常清楚 其实这趟就是一个选战的策略之一环 而且你的目标几乎就锁定是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 所以你希望能够凸显什么东西 你希望蔡英文要回答你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必须要接受什么表态 所以这都是在你的已经设定的一些的所谓的策略里面是不是 不是我刚刚讲的其中是一半 当然我们必一定坦白讲是各自分庭抗理 争取选民的支持 争取媒体的版面 这是在民主选举竞争中 这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民进党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我以前所批评的是非常不成熟的民主态度 因为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这些在侨胞面前 替我们自己的支持的打击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对对手的候选的一些政策 一些施政的表现或过去政治的表现提出质疑 我说过我愿意接受检验 我到底有哪一些地方这个 鉴阅了所谓的体制 或者是这个伤害了国家的尊严 我觉得民进党的攻击往往都只是一个 含混的口号 都没有办法 举出一个具体的事实来 更重要的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当这个防美团 这个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也会让美国人了解我们对于一些政策的看法 因为他们也希望听到双方政策看法 这个最主要是也是 我们的两岸政策关系到美国的利益 大家都彼此 都有利益在里面 必须要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政策立场 以及我们的看法能够得到平衡 不是只是听单方面的说法 美国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角度 当然 他们不在乎谁当选总统候选 他们在乎的是一些两岸的政策 会不会伤及到美国的利益 这是他们最大的关系 蔡英文总统参选人 我们放一段 他在飞机之前的说法 你那边应该可以听得到 你听一下他的回应 金普通先生本人 他自己的角色的扮演 他有没有僭越他自己的身份 来指挥国家的机器 使用国家的资源 这个都是要被检讨的 会造成这种国内选战的 延伸到国外 造成在国外的一种 对立的情况是不好 到美国随时都可以去 不需要在这个时候 跟着我一起去 但是由总统自己来讲 倒是让一个竞选的总干事来说 真的跟体制真的不合 总统真的要管一管他的金先生 这是刚才你来听到蔡英文 是非常完整的一段话 就是你建立了这个体制 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的整个的 目前把这个台湾内部的选举 带到美国去 让这个大家看到 好像是笑话的样子 因为说这是一个低格调的做法 金姐 是 首先我要说明的就是 蔡英文主席刚有非常严厉的指控 说我指挥国家机器 是不是有使用国家的资源 我觉得举提具体的市政来 不要用这样贴标签的方式 是不是一般选民乐意看到的 因为我有哪些事项 指挥了国家的机器 我用到了国家哪些的资源 民进党是不是可以 一一的举证 或者他可以提出质疑 我都可以回答接受检验 不要这样随便的 铁标签 因为我的身份非常清楚 我是这个服选干部 是我们服选办公室的执行长 兼国际部的总监 这个都是有记录 我们给美国的官方的这个公文抬头上面 都写得很清楚 我同时本身还是副团长 也是这次访美团的 那我自己曾经担任国民党的秘书长 我在政大到现在还是兼任的教授 所教的课程就是公共意见 我已经教这门课超过十几年了 那我更是中华民国的选民 我觉得民进党让我感到非常错愕的 就是他们有几乎荒谬的逻辑 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可不可以去美国 是不是违反了这个所谓人们的行动自由 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言论的自由 什么人都可以谈 而在民主自由最基本的一个本质 在公民社会里面 在讨论所谓的公共事务的领域里面 大家是一个公开理性的辩论 不是这样子一个指控 因为民主辩论里面 公开理性的辩论 最不在乎的就是你的抬头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民主本质 而民进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居然倒退到 好像我到了美国 我刚刚讲了我那些身份 每一样都是可以在不同的场合 用不同的身份 美国人常讲说我有好几顶帽子 我此刻发言是以最顶帽子 只要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在这个交民主 这个公共这个意见 已经交了这么多年 我自然可以对民主政治发表看法 我做过国民党的秘书长 我当然可以对两岸政策的看法 如果他们的说法有正当性的话 那我看全世界的学者 两岸的关系的学者 都不要去写文章 都不要发表演讲 都不可以谈两岸关系了 我现在看不出他们的逻辑在哪里 刚刚蔡英文女士质疑的就是说 你到底就是一个所谓的 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 就是等于竞选总部的 在美国就是campaign manager 那你到底是这个campaign manager 还是你代表的是 就是马英九总统的授权的 或者是马英九总统的 这个有特别给予的一个 公开的一个使命的 如果他认为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观点的话 你就等于是自己就是那个 不是这个逻辑在哪里 就是那蔡英文这个主席 他访美团里面所有的人 美国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是都不能回答 媒体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是都不愿意回答 这个中心的分寸 我实在听不起他的 听不出他的逻辑在哪里 那他说会让外国人看笑话 我觉得在美国里面 真正关心我们这次访美团的 只有中国大陆的专家 跟台湾两岸关系的专家 跟中华民国 这个在两岸关系上政策的 一些关心的一些专家 他们对于我刚刚讲的 这些民主的基本的 游戏规则的本质 他们都了然一凶了 所以当我这样的解释 跟正当性的时候 我觉得会在心中失效的是 这些美国关心台湾 跟这次选举的人 其他美国百姓 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来的 美国百姓大人 你们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谁会在乎我们这样的一个防媒 除了在华部的一些的报纸上面 不过这所有的东西也就是 不管是 这就是双方选举的造势 就是争取自治 基本上在台湾反而会造成一些的波荡 这另外一个波荡就是说 比如说你有没有使用工气适用 这个是一个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 怎么可能有国外我们中华民国的各分管会来接待 这是民间的一些这种质疑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有没有任何来自于国家的要支付的 这个非常简单 所有的费用就是国民党跟竞选办公室所支付的 那民进党的费用呢 我们从来不会小鼻子小眼睛去问到说 你防美的费用是哪里 外交部有没有来接机 有没有来这个帮你这个安排交通车 这些费用当然是我们自己出的 我们绝对不会请外交部出的 这个东西具体的市政嘛 我觉得在一个台湾民主透明的社会之中 一切东西都可以公开的检验嘛 民党不要这样子随便的泡文章 他们说我们是因为极了才怎么样 我看 在我来看是他们挤了 所以蔡英文女士同时也指出来说 要请马总统要管管他的金先生 你看一下蔡英文女士的方法 你稍微针对这点 我在电视上也回答过 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觉得 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 违反了基本的民主的一个素质 我觉得说你为什么跳这个时间 跟我同时来这样的反应非常不成熟 有点像小孩子的意气情绪表现 所以我说当他说要马总统管管我的时候 意思好像我也是小孩子需要被管 我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 有我自己的对意见上的看法 我指的是指说 在发表对于有一些两岸事务的处理上面 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国民党的 这些正刚的方向来讲 所以当蔡英文主席做这样的批评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先批评过他像小孩子 所以他要这个人家管管我 这种态度的话 我想我也要概括承受 因此我先说他像小孩子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 这个最主要的一般人看热闹或者看门道 你们两位在海外的这个交锋 虽然没有直接 但是针对了一些这个问题 蔡英文主席就这次到美国最主要的 是想让美国这个政府的一些人员 或者是智库的人说 蔡英文 我蔡英文在未来如果执政 不会再像陈水扁先生 在这个2000年到2008年那样的照进 那么蔡英文主席 你的观察 他这样的这个说法 美国会信不信到目前 我不了解美国的看法是 对他的说法的看法是如何 但是我在美国发表了很多 对他这样的一个政策说法的 我个人的看法 也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整个竞选办公室的看法 也就是说他讲的都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常讲两岸的政策 在这个国民党马总统候选人这边 跟这个蔡英文主席候选人这边 最大的差别就是虚与实的差别 我看到的都是一些文字的堆砌 都是一些文字游戏的这个做法 那对于这边来 我们已经在一个具体的成效逐渐实现 在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不伤害台湾人民利益之下 我们已经替台湾人民的这个幸福 增值了很多 不论是在这个两岸的稳定 使得双方的这个互信增加 可以让我们不光是在内政上 在经济上 在国际上 真的取得更多的空间 在内政上 使得像两岸打击犯罪 使得诈骗案变得很少 能够大幅的下降 种种都使得 两岸的发展朝一个和平 共荣共立的方向 我看不出民进党所提出的这些政策 到底给人民内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内容 而我们这边是已经有具体的成果呈现 就是在九二共识互不否认 这个一东各表 我们的中就是中华民国 大家就是创造一种刻意策略性的模糊 一种创意的模糊空间 也就是割据过去的争议 然后才在这个互信的平台上 可以往下继续向前走 不是向后看 不是看过去 而是看未来 今天您在这一趟的 这个防美跟蔡主席之间 你一直不断地在要用议题 试图让这个蔡英文主席 在你的议题里面必须要来回应 比如说你刚刚谈的这些几个角度 可是蔡英文主席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说有进入你的议题 还是说知道你这个议题 他不会上你的圈套 我觉得我对蔡主席 提出了很多在政策上的质疑 他不愿意回答 我想最主要是 他过去不常被检验 而且他自己也不太习惯被检验 经过这一次在美国 我所提出的种种的问题 你更可以确定 他是不喜欢被检验 所以他我想 我也不期望 我想他也不会愿意 再继续回应我的一些问题 这是他们一个策略上的应用 但是我要讲的不是只是对他而已 我是对所有中华民国的选民 大家做一个在民主社会公开竞争政策 摊开来讲 当对方质疑你的人 像他们对我的质疑 我都愿意正面公开的应对 应一接受检验 大家公开理性的辩论 不要用这些丢标签 不要用这些人身的攻击 不要用这些 这个所谓的情绪性的质疑 大家把问题提出来 焦点集中清楚 比如说你认为我这个 有指挥国家机器 请问你 我哪一点指挥的国家机器 你愿意接受任何的一些挑战 我愿意接受任何公开的检验 同样的 我都愿意回答 只要你提出你的质疑来 但是不是 民进党的做法就是 不断的往你身上丢泥巴 把你抹黑 然后不断的 用一些情绪性的字眼来攻击你 而且群取而攻之 国内的有一些电视的名嘴 我想也是可以 对公共事务来发表平面 是大家也就是公开理性的辩论 但是不要用情绪性的字眼 因为我从政以来 不分蓝绿或任何颜色 凡是对于这种捏造自实 恶意评论 张开到我名义的 我都会提出 采取法律的行动 来维护我的名誉的 金仙 你这次有一个风暴 就是你在里面提出来说 所谓两岸的 或者是和平协议的 或者是说 马总统如果再连任 会议主席身份 这中间 你们也已经发出过声明 说有一些扭曲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 高度敏感的话题 你为什么在台湾 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反而到 美国一旦是敏感 而且很容易被这个话语的 这个移转或者是这个扭曲 为什么要在美国做这些尝试 我觉得因为我到 我既然出来公开面对的媒体 对于媒体所提出的问题 我都愿意 停手我的分寸 在我可以回答的范围之内 做一个正面的回应 这是我一项面对媒体的态度 所以我刚才讲 今后针对这些指控 我都愿意出来接受公开检验 您刚刚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讲和平的协议 这是国民党在17权跟18权的时候 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的政纲 是我们五个目标之一 我作为一个国民党过去的秘书长 我非常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当他们提出 和平和义协议的问题的时候 不是 对不起 当大家提到了 有关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自然就讲说 只要能够维护台湾民族的主权 台湾的利益不会受到伤害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任何可能性的对话空间都有 包括像和平和义这种 如果蔡英文提出这样的主张 我都说举双手赞成 我的意思是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 是第一个有关和平协议 我并没有鉴阅我的身份 因为这次不要说是 过去的党的秘书长 即使是一个党员 既然是在党的政纲之中 自然可以公开的评论 而且大家的内容跟方向 都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马总统 为什么说我没有鉴阅 他们就故意要把他讲成 是护着我什么 都不愿意就此论 比较严重的 你必须要说得很清楚 到底有没有说过 马如果连任 还会以主席的这种身份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公开说明 但是媒体 尤其是新绿媒体的报道 是刻意的把它简化 没有把我的原因重现 其实我们有开过记者 会把原因重现 因为这个 这个访问的记者 是问我 是这样跟我讲 说朱立伦市长 在2009年 曾经和美国的官员表示说 如果马英九 第二次连任成功的话 很可能有希望 能慢慢取消国共平台 进行大陆访问 或是以台湾领导人的身份 参加 APAC等等 您最重要的消息 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 我的回答是 朱立伦市长 有没有这样说 第一 我个人是持保留的态度 第二 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说 我想也是他个人的意见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是没有参与 这样任何的讨论 他接下来就问 第二个问题了 未来有可能两岸有更密切 更多的一个对话的平台 或对话的机会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的回答是 两岸彼此有了默契 希望能够搁置争议 然后务实地解决 两岸的文化问题之后 很多的可能性 都是有它发展的空间 两岸未来还有很多的事务性的 包括文化上的 体育上的 经济上 甚至政治上的对话 需求性 在双方保持一个善意 彼此都愿意 务实地面对问题的时候 任何的可能性 都有它的空间在 大哥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是一个 非常外交式的回答 而且这是两个问题 他们把它混在一起 给我戴帽子 张冠礼带 一花接木 我觉得 这个我们已经公开 发表的声明了 表示遗憾 违反了新闻的专业 语句里面完全没有 这个所谓的 马主席未来等等 完全没有 我稍后再回来 这也是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是 你这趟到目前为止 你在海外的所有说的话 那么是不是 事先跟马总统有所了解 我们稍后回来 请教你这一段 感谢观看